好 各位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 这一位男嘉宾 是一位来自北方河北的 帅气高大的英俊男孩 那么现在定居在重庆 想要在重庆找一个女朋友 那么他对于女朋友的要求 按照他的原话来讲 就是不要那种狠事的 不要作 不要麻烦的女生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呢 那一起通过短片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叫李宇 年龄25岁 目前是一家公司的会计 月薪六千 我是一个慢热情的人 可能平时久得我沉默寡言 但是相处久了 会发现我还是一个 挺乐观开朗的男生 可能我这种性格 跟我的原生家庭有一定关系 可能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信任感 可能稍微低了一些 原生家庭不止影响了李先生的性格 在情感上也让李先生缺失了信任感 上一任感情 其实在一起有挺多年了 毕竟认识久 相处起来不是那么麻烦 但是后来经过异地 却发现异地确实很考验 两个人的感情 所以还是分手了 来 欢迎小李 好高啊 这个很少 我可以看着别人的下巴说话 这么英俊潇洒的男孩 个头这么高 怎么还找不到女朋友呢 总是想找一个赶紧结婚的 以前碰到的都不想跟你结婚 是这个意思 都想再过几年再结 那太麻烦了 还不如直接结婚 李先生年龄不大 为什么这么着急结婚呢 结了婚家里才给买房嘛 就不然一直在重庆之后租房 也是一笔开车 你父母催你催得很急吗 父母催得急 以至于不是光催 还得用一个物质东西来奖励你 为什么爸妈这么着急呢 可能是他们那个年代吧 他们在我这个岁数的时候 好像已经都有孩子了 你自己着不着急到底 我自己其实无所谓 我是不着急 但是为了这个房子 还是得先结一下 但是你这样说起来 我想所有的女生 可能都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就是你跟我在一起 不是为了要跟我在一起 是为了要一个房子 跟我在一起 是啊 你也很坦诚是吧 你也承认这个事 我个人是不相信婚姻 我觉得个人是不相信婚姻的 婚姻和爱情 真的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所以反正最后 最后都要么是分到羊 要么要么离婚 要么出轨啊 各种事情都会有 所以不是直接坦诚来说 就结婚嘛 就为了房子嘛 一付下双方父母就得了 我作为女孩 我为什么要来跟你结这个婚呢 就是大千世界 总也会有一个同样想法的女孩 对于女孩来讲 她确实 比如说她家里也催得起 可是我同样做这个事情 我为什么要选择你呢 我长好看 长得好看 的确是李先生的资本呀 但把结婚 当作买房条件的李先生 为什么年纪轻轻 就不相信爱情和婚姻了呢 怎么不相信爱情和婚姻 你这么年轻 就是上一代还有周围那些人 他们那些爱情啊婚姻啊 看得我真的是好累 我觉得真的没必要 比如说呢 哪些地方会让你累 就比如说是那种婚内出轨啊 然后那个卷钱跟小三结婚呢 还有一些已经结婚了 现在还依旧会出去嫖娼 然后出去接着是找小三 他爱多了太多了 这些都是电视剧里边多吧 不不不就是我身边的事 我能冒昧地问一下吗 就是你如果方便就回答 不方便也没有关系 你自己的原生家庭 很不幸 就父母也有一些 就是你刚刚前面 我妈还好 主要是我爸 那所以现在爸妈还在一起吗 离了 已经离了 在你多少岁的时候离了 他们离过 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 你小的时候 我大学的时候 回去发现他们已经离了 背着你离的 对 所以就是父母的 自己的原生家庭的婚姻 你觉得给你带来一些 什么样的感受 就是怎么说 缺乏自信 然后缺乏安全管 并且不相信婚姻 不相信爱情 原生家庭情感的不幸 让李先生对爱情失去了信心 只想找个人搭伙过日子 那他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婚姻合伙人呢 你本来条件又好 你又高又帅又年轻 再加上你现在家里 比如说结婚以后 父母还给你买房子 所以条件也不错 再加上你本来找一个对方 也就是搭伴过日子 为了买房子 那你随便大街上找一个就好了 你还会找不到 怕骗子吗 你太容易找了 这不还是怕碰到骗子吗 通日节目有质量保证 好 第三方保证 我去帮你 相信节目 这也是 我的意思是 你身边随便找一个 你随便拉一个 你跟他一商量 这个事成了就好了吗 哪里还用得着这么麻烦呢 因为他们跟我没有同样的想法 我需要找一个能够想法差不多的 他首先第一 他也是因为家里 催婚催得比较急 在多长时间内必须要结婚 一年内 一年内是必须要结婚 有这样的两个人共同的想法的 对不对 对 然后第二是 他能够接受跟你在一起 然后你可能对他不会有太多的爱 但是你会对他 有尊重 有尊重 不责任 对他正常的那种关心照顾 还是有的 但是那种 就是爱得死去活来 那种没对方 就活不下去那种 但是不会有的 我希望能找一个性格独立 性格没有那么多麻烦的 然后在这近两年 有结婚打算的女嘉宾 男嘉宾的则有要求 一 一年内有结婚计划 二 性格独立 三 能够接受自己的婚姻观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 这段的凡人有喜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涛 今天的男嘉宾 一来就让我有一种 奇葩的气质 因为他说 来凡人有喜相亲的目的 是想尽快结婚 因为父母呢 是不见媳妇不买房 也就是说 男嘉宾今天来相亲的目的 他是要找一个 婚姻的合伙人 但是对于 是不是爱对方这个点 他认为 其实有没有感情 都没有太大的所谓 因为婚姻到最后会发现 大家都没什么感情 但是呢 仍然要在一起活下去 听到这么丧的这种 关于情感的态度 我也是为今天的节目呢 隐隐有些担心 那么今天的女嘉宾 符合他的婚姻合伙人的要求吗 无论是对于爱情 还是婚姻 李先生的想法和态度 都十分特殊 虽然没有爱情 但会有责任 我们也根据他的择偶要求 在会员库里 为他匹配了一位 同样着急结婚的女生 我们先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大家好 我叫陈志宇 今天23岁 职业是一名富士 然后月收入大概在4000左右 我平时其实是一个 比较害羞的女孩 特别是对不熟的人 但是如果熟了的话 就相对还要好一些 虽然我平时有点害羞 但是和朋友一路的话 还是会一路出去 算个大玩家 弹个吉他 唱个歌那些 看个电影那些 生活还是算比较充实 好 你好 小陈 这个旁边是 我朋友 你们个子都很高 你是重庆人 外地人 重庆门 重庆门 六号高 姚七零 我是男哥了 我一夜之间 身边的人全部都长得高 没事 我倒是感觉 他好像是比较内向的 比较善良 比较内向 他其实跟我们在一起 他还是比较独立的 就只是大家第一次见面 感觉不是很熟 他就不太爱说话 怎么那种感觉 就看起来比较内向 陈小姐性格内敛害羞 这么温柔的女生 在情感上却十分的不顺 以前有过恋爱经历吗 有过两段 有过两段经历 男朋友高吗 比我高一点点 那最后是为什么分手的呢 就男朋友 杂兰 闺蜜说话了 杂兰 杂兰 两个字都心中了 杂兰拉中程度吗 就是被劈腿然后都分手了 之前有过两段感情词 但是都是被分手的那一方 然后可能是因为在一起久了 然后对方觉得 没了他的新鲜感 然后我也不想能够挽回 所以所有都分手了 他两段都是这种 感觉挺多不太好的男生 都找到他那种感觉 就是招这种体制是吧 如果说我们碰到过一次 渣男可能是运气不好 或者是说 就是在那个不合适的时间 但如果碰到两次 你们有没有想过 就是原因是什么 他可能就太容易 相信别人了以前 以前可能别人说什么 他可能还是比较相信 我觉得那男的可能有问题 他可能会觉得还好 曾经因为性格单纯 陈小姐育人不输 不知道来到凡人有喜的他 会有怎样的择偶要求 就家里面也催得比较急 然后现在就想找一个 比较老实的 然后就结婚 就不要太花言巧语 什么的那种男生 最好在主城区有一套房子吧 然后就比较忠诚 就对婚姻比较 不会出轨啊这些什么的 就可以了 你身边有过这样的 就是情况吗 父母那一辈吧 就有离婚的呀 就有些 姑姑那些离婚的 然后看着就是挺伤心的 再加上你自己之前的这个经历 是吧 所以你对感情的忠诚 看得最重 希望对方是一个身高稍微高一点 然后长相帅气一点 最好是一个比较长情的人 都是不希望在本分手的这种状态 如果接下来要跟你相处的另外一半 就是他很现实 但是他不一定很浪漫 他很忠诚 可是他不一定有爱情 这种婚姻你能不能接受 这种我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难道女人不希望有一个爱自己的男人吗 日久生情 日久生情 但是在一起后面日子也会很平淡 反正最后都要归于平淡 好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女嘉宾 身高170跟188高的男嘉宾 可以说外形上是相当的般配 那么关于婚姻的理解呢 我觉得也真的是无独有偶 女嘉宾是经历了两任渣男 都是被劈腿 分手告终 因此他对婚姻的这个期待值也很低 认为对方只要是主城有房 忠诚一点 你不要乱来你专一 那就可以了 有没有那么爱呢 也不打紧 在这个观点上 倒是跟我们的男嘉宾不谋而合 他们两个人呢 都是经历了一些故事 男嘉宾呢 是来自破碎的原生家庭 而女嘉宾呢 有过非常不愉快的恋爱经历 所以两个人在这个点上 很奇怪的就契合了 那么今天的相亲 是不是不会有我之前担心的那样 男嘉宾这种 我并不那么爱你 但是我愿意跟你结婚 可能很多女生听到 都会逃跑的观点 反而能在女嘉宾这里 得到接送 今天的相亲十分有趣 李先生和陈小姐 年纪都不大 但都对爱情 没有过多的期待 反而在婚姻关上 有些契合 那不知道 见面后的他们 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好 两位男嘉宾就在我们旁边 就是那个在玩手机的 那个高高大大的这个男生 然后先让你看一下 因为你不是对外形上面 还是要求比较高吗 你觉得怎么样 看着挺高的 小韩觉得怎么样 这个男生 我觉得还可以 感觉还可以 还行 然后身高什么的都跟他 他身高有一米八八 不会太高了点 也不对 他都有一米起 我有绿生当中 他比较高嘛 男生高一点的 身高肯定没问题 长相怎么样 看着也挺帅气的 形象上比较符合 你的要求的 对 好 你还多绑陪 好 多绑陪 可以 好 那既然 这个婚姻都发话了 觉得你们俩挺绑陪 那接下来 你们就去认识一下 好不好 好 你是今天男嘉宾吗 是 你好 我是今天女嘉宾 我叫陈子余 我叫丽宇 你好 你好 就你多大了 多大了 我23 25 对男嘉宾的第一项 就挺好的 感觉他高高的 然后有点小帅小帅的 很文静的那种 有点像那种 中国的古典美人 闻闻而哑的那种感觉 两人对彼此的 第一印象都很不错 一旁的亲友团 也是看出了 陈小姐的心意 一上来就打听起 李先生的作物要求 像男嘉宾的话 就对自己未来一半 他有什么那种要求啊 我现在希望 他能够独立吧 就毕竟不是每个人 都要一富便宜 也在生活 每个人都要自己 独立生还的能力 其他要求不是很多 我朋友他其实还挺独立的 心里面还是有点小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 我还是比较符合 他的这个要求的 他现在工作就是一名护士 然后三班岛那种 你看你平时就 你喜欢那种 你就两人空间 空间大一点的那种 还是说两人经常在一起的 那种生活习惯那种 我喜欢空间大一点 正好我朋友现在 他可能有时候 因为工作原因 可能就在感情方面 可能有时候就不会 特别特别的重视 也不会不重视 就是会很顾及到家庭 对对对 他可能会现在 现在才可能事业上升期 他可能就会更注重工作那边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 喜欢工作的人 就是工作比较忙 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 给彼此的空间 然后那个能 这还是靠事业一点 毕竟大家是年轻人 比较拼事业 然后再谈感情 就两个人多一点空间 我也觉得这样挺好的 能够独立 那真的是太好了 反正是满足了我的 那个一个要求 性格独立的这一点 两人达成了默契 为今天的相亲 开了一个好头 可接下来 李先生的一个问题 却让现场气氛 变得紧张起来 我说话可能有点直接 我的目的就是 奔着结婚来的 你在一年间 有结婚的打算 一年之内结婚 可以的 男嘉宾是为什么 想这么快结婚呢 想结婚然后买房子 结婚跟买房子 有什么关系呢 我家里边是说 如果我要结婚的话 才会给我穿款买房 所以我是要先结婚 那如果买房的话 就算是结婚了 就算是我们两个人的财产了吗 就是我们结婚之前的话 肯定是小网名字 那如果结婚之后 我们还是可以加你 结婚之后我还是可以加的 那这个我还是可以接受 我没有想到男嘉宾会一来就说 自己结婚是为了买房 我觉得他这点非常坦诚 因为一般人的话 他可能就不会说 就会瞒着嘛 然后这点我是比较欣赏他的 李先生的直接与坦诚 让陈小姐很是欣赏 可是亲友团 却没那么好打发 那你就对这种 就是爱情观念 你大概是 我主要是想 找个人一起过日子 就是爱情啊 什么的 婚姻什么的 其实我并不是很看重 也不是很在意 那假如说你们俩没有感情 你们两个平时生活起来 你们觉得是属于哪一种呢 这么来说吧 就当今的社会多少家庭 夫妻根本一点感情都没有 还是依旧生活在一起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感情 生活在一起 慢慢就习惯了 反正以后也会要变成这样 就算有感情 最后也会要变成没感情 对对对 反正最后都会变得很平淡嘛 最后都是要从那个爱情 变成亲情 最后会变成亲人 就可能 日久生起到日久 你还挺能接受的是吧 我比较贷好 最主要是两个人 要是合拍就可以了 就是可能会做不到那种 什么举案其美啊 像如影风雅 但是那个做到那种 怎么说呢 相敬如兵也是可以的 当时有点诧异 我觉得能够我 这种想法一致的话 人应该会很少吧 没想到居然会有 和我志同道合 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呢 很容易走到两个极端 第一个极端呢 就是极度地憧憬爱情 特别地渴望婚姻 觉得结婚能够解决人生 80%的烦恼 女孩子呢 一上来就要试婚纱 憧憬盛大的婚礼 认为结婚之后呢 就有人为我解决生活当中的 各种烦恼 有人给我做饭吃 有人给我钱花 但是就没有想过 可能你以为这个人 是为你遮风挡雨的 结果呢 一生中最大的风浪 都是他带来的 那么有的男生呢 他憧憬婚姻 是因为他缺乏人照顾 平时呢 就是妈妈来照顾自己 现在长大成人 必须换一个女人照顾自己 那就是老婆 否则生活都不能自理 这两种人 到婚姻当中之后 都会觉得很失望 因为跟他想象的不一样 原来自己也要付出啊 那么另一种人呢 就是像男女嘉宾 这样的年轻人 因为家庭原因 和自己的经历原因 对爱情完全不相信 心如死灰 这种时候 其实也很危险 你会觉得我的人生 是可以随意处置的 可以把自己的人生 幸福随意地交到 另一个人的手中 但实际上 当你随意地处置 自己的人生之后 如果说一个人单身到老 是属于孤独寂寞冷的 生活模式 那么你跟一个 你不爱的人 在一起共度余生 那就是地狱模式 因为当人生的风雨 袭来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 跟这个人一起承担 你只会想要逃跑 男嘉宾和女嘉宾 可能更偏向于 后面的这种模式 那么这种观点 是否能够成立 没有感情的婚姻 真的能走到一起吗 你觉得你会在 比如说谈恋爱 或者婚礼出轨那种 劈腿那种 你觉得那种事情 你会有吗 不会 因为看过太多这样的 你觉得好无聊 这种一点意思都没有 因为像我朋友 他之前有过两段感情史 然后他两段感情都是那种 被分手 然后就都是渣男嘛 然后都劈腿那种 像你们现在这大前社会 这么多诱惑 你怎么就那么肯定就说 你自己不会劈腿 你怎么就能确定 你自己能够经历出 是诱惑那种的 个人来说 其实是有点那种 感情上的洁癖 我是不能接受 那种出轨的事情的 对 而且那种人吧 我一般都会觉得 嫌脏 就是会有绝对的忠诚 是吧 就其实我觉得 就两个人在一起嘛 就相互尊重啊 相互照顾这种 有个人关心 然后就这种生活状态 也就挺好的 可能是因为 之前感情经历的原因吧 然后就觉得 和男嘉宾的这个想法 比较契合吧 就是感觉很难得 有一种这种 精神上的这种契合 亲友团是不但从我们 这个过这个观念的 所以也很担心 他的想法 也可能会有 所有女嘉宾的想法 李先生和陈小姐 你一言我一语 观念十分契合 对待婚姻的看法 也十分一致 可是亲友团 却十分担忧 小程聊了以后 觉得怎么样男嘉宾 我觉得和男嘉宾的 三观还比较符合吧 就感觉还行 合适的 你们俩对于婚姻 到底是怎么理解的 我想知道 就找一个人 就互相尊重 就有个人关心这种 就也不需要 特别浪漫的爱情 什么的 就有个人陪自己 就行了 我觉得你感觉还好 小韩你同意这种想法吗 我觉得那男生 他就说他那种 没有多大情感 然后我就觉得 如果没有情感 就感觉两个陌生人 就相处 随便找一个人 就可以了那种感觉 就感觉有点将就那感觉 就觉得 我还是 不是特别赞同 就我觉得那种 浪漫的爱情 也维持不了多久 就是刚刚在一起的 那种新鲜感 然后才有什么 但是它是基础啊 你是觉得 你是真的 很喜欢他们 还是觉得还可以 今天这个 很喜欢他们 还可以 就还是有想法 下面发展的那种想法 可以发展 搞一会儿那种感觉 我是觉得 他可能是有一部分 跟那个男嘉宾 是稍微有些气候 但是他没有完全考虑清楚 只有今天那个男嘉宾 可能是演员上面 感觉还可以 然后男嘉宾手里 有一些他还比较赞同 但是我觉得 如果他可能是时候 想清楚 还不一定就是 像现在那个冲动 我是觉得 反正我建议他们 不要 小汉说的有一点 我觉得是认可的 都是 他是有一部分的气候 再加上了一些富货 有可能吧 就现在我觉得 我朋友 他是对男嘉宾 是比较认可 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 那个男嘉宾 他对我朋友 是什么想法 他有些就是 真的是随便一个人 就可以了 知道吗 我也是想希望说 那个男嘉宾 是对我好不有时 有好感 或是说 觉得还是可以了 就是 这十分里面 最少显得有三分感情 知道吗 三分看得上 知道吗 男女嘉宾见面之后 彼此的印象不用说 从他们两人的 这个交流看来 应该是非常看对眼的 哪怕我们男嘉宾 很坦率地说出 我觉得这个婚姻 她有没有感情 都不是一件大问题 女嘉宾也对对对对对 你说的真是到我的心坎里 我非常欣赏你的这个坦率 旁边最着急的人是谁 是亲友团 今天最大的矛盾点是谁 是主持人 这两个无关紧要的人 一直在非常的着急 尤其是我们主持人 一个年过半百不合适 一个经历了一些人生故事的人 他的那个情感观念 完全是一个年轻人 他非常的相信爱情 但是咱们半辈子都过去了 到底真相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吗 我们的男女嘉宾 都在瞎说大实话 但是我们的亲友团 和主持人都告诉大家 你们要相信爱情 你们没有那种 鸡肋的爱情 怎么能走入婚姻呢 你们是不道德的 事实上是 男女嘉宾 他们有自己的观点 跟他们的经历 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婚姻 是不是没有感情 就能够牵手走完这一生 我觉得这个后面 我们还要继续来探讨 陈小姐对李先生很有好感 但李先生对待婚姻的态度 让亲友团很是担心 她对陈小姐没有付出感情 出于对于好朋友的关心 亲友团决定 直接找到李先生问清楚 就现在你们也聊了一会儿 然后我想就直接问你一下 你对我闺蜜 就现在看法是怎么样的 觉得她好还是怎么样 挺好的 没想到居然还有能够 三观这么差不多的 还挺合适的 本来你就对那种 不太在意情感那种的吧 那你现在就 现在对她是 就随便找一个人 你觉得都合适 还是说就觉得她还挺有演员 或者那种感觉 最起码来说是 反正我不讨厌她 就感觉不是非她不可 可能在选择来说 她可能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其实女嘉宾在我这来说 也不是非她不可 但是在我心里也能达到七八十 这样还算是比较合适 陈小姐虽然不是唯一 但却也超过了李先生 自己心中的比例 为了让闺蜜安心 李先生也是再次 阐述了自己对于婚姻的看法 我说那种情感吧 就是不是那种日常中互相作 就是比如说今天你爱不爱我 明天我爱不爱你这样 我觉得这种没什么必要 我觉得最主要在一起的话 还是那种稍微正常来一点 就是说没能理性对待 必须要承担的责任 或者是要干那些义务 还是要做的 就可能你在婚姻当中 就情感那方面 你可能都不太顾忌 对吧 然后你就提到了一个责任 那你那个责任又包含了 哪些东西呢 就是作为丈夫自己 应该承担的是 比如什么赡养父母 日常那种关系和照顾 还是有的 以及物质上的照顾都会有 就你之前说的那个责任里面 就包括包括比如说 他自己有很多 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愿不愿意陪他去做 那情况吧 如果在不耽误我的时间的情况下 如果不耽误我的事的话 那都是可以的 那你愿意就是平时 经常逗他开心 那种事情你愿意做吗 还是要做的 毕竟这也是 那个一个家庭里面 应该是要有的那种日常生活 如果没有这些的话 其实不如单身 不如娶个 真的是不如养只动物 那我也悄悄告诉你吧 然后我闺蜜 其实今天对你那个印象还不错 然后我 他平时呢 你们 我觉得你们两个可能 今天还是有机会发展下去的嘛 然后他 他自己呢 其实平时就比较喜欢 走那种游戏城里面玩 然后我就想 现在 现在时间也还比较早嘛 我希望你能带我朋友去 就他自己比较喜欢玩的那种 像电玩城之类的那种东西 然后你们两个去 再接触接触 看中间能不能 有那种情感的迸发呀 或者是说 你在中间也可以了解一下 你 我朋友是不是 你自己喜欢的那款 然后让我朋友 也认清你一下那种 他有时候会 有点冲动 我害怕 就两个人再接触一下 可以 我也想跟他接触一下 看他是不是 是真的真心 能够接受这种观点 还是从脑一热 就觉得这种观点 还是可以的 李先生言辞恳切 让亲友团 对他的看法改观了不少 其实我觉得 这个男嘉宾 他对那种情感的表达 可能对我们那种 看起来要少一些 或者是他表达方式不一样 我觉得你可以 自己再考虑一下 因为感觉你自己 现在感觉是感觉还可以 只不晓得以后会不会改变 只说如果他现在那种 现在那种情感的表达方式呀 或者是说他对你情感的输出 你的需求啊 感觉你能接受 我觉得你还可以继续发展嘛 还是也不能说很冲动 现在就马上做决定那种 可以强势他再砍那种 亲友团对李先生的评价很中肯 李先生是一个对待感情 很理性的人 情感的输出也不会太浓烈 不知道在亲友团的 特意安排的这轮 游戏厅的互动中 两人能否感知到 对方的情感传递呢 刷哪个呀 刷哪个呀 就感觉还挺贴心的 就问我想玩什么 就依着我想玩的去玩 就感觉特别贴心 我不太会玩 我可能抓不着 所以会玩也抓不着 可惜 哪个好抓一点 那个好抓 这个吗 这个最大了 在电玩城的时候 我发现跟我第一印象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她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爱笑挺活泼的女孩 你抓到 抓那个大的 那个大的是云吗 那个大的是云 这个铲票是干嘛的 那先拿着 一会儿看了 换个什么东西给你 那就换吧 当时玩的那个游戏 就是有一个票 可以兑换那个礼物 然后男嘉宾当时就随口 就说那个礼物就送给我 她这种下意识的这种想法吧 就其实是有考虑到身边的人的 陈小姐对李先生的满意度 是越来越高了 不知道接下来 两人的了解 是不是畅通无阻了呢 情感就是在你婚姻中 占的比例呢 是很少 还是说完全没有呢 就是我在我的观念里 就情感在婚姻里 一开始是有了 但是慢慢就没了 就会从爱情变成亲情 然后就只能靠着 两个人的责任就能下去 如果心中一方没有责任 那这个婚姻也就是名夫妻 那个盈存失望 那就一开始的话 你还是希望有一点感情 在婚姻里面的对吧 毕竟肯定还是觉得有好感 觉得两人还是能过得下去的话 才是能结婚的 如果一开始就相看两样的话 也是一开始也是没有办法 进行婚姻的 所以就也不是说 随便找一个人就能结婚这样 对 男嘉宾也并不是那种 就是随便找个人就可以结婚 这种性格的 她也是需要一点 好感感情基础这种 才能结婚的 所以就是这种 我也是比较能接受 比较能理解她的 不是谁都可以 这几个字 真的是给陈小姐 吃了一颗定心丸 但对于两人并不深厚的 情感基础也是十分担心 我在感情里面 并不是一个主动版人 那你有没有主动追求过女生呢 没有 从来没有吗 我就是比较担心 就我们这样 就感情基础 可能不是特别扎实 如果结婚的话 万一婚后 你就是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 然后就 有这么个故事 就是你去摘一米 如果一直想摘最大的 如果到最后 你可能一根都没有拿下 如果你从一开始 就选定你自己认为最大的 就算碰到以后比它更好的 但一直紧握你自己的玉米 到最后你还是会有一根玉米的 所以你对感情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忠诚的 是吗 对 就是既然已经选择了 那就无法改变 那就不就去改变了 就假设婚后如果遇到你真的喜欢的女生呢 已婚 其实我有想过男嘉宾会说一大堆的话来解释这个问题 但是他就毫不犹豫地就说了已婚这两个字 就让我感觉这个态度非常的好 他虽然很温柔 但却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一个人 就表明他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 陈小姐对李先生的喜欢不言而喻 李先生对陈小姐也十分坦诚 可是这种坦诚里边是否曾有好感呢 那我很想知道到目前为止 你对于你的感情和婚姻的态度 有没有一些转变或者一些改变 没有 还是坚持这样的想法 坚持这样的想法 那你对于女嘉宾现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经过这么多聊天发现我们俩可能是一类人 我已经发现她的想法和我想法差不多 然后性格来说跟我的性格也是很像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在一起能结婚的那种 还是挺合适的 就是对待感情的对待婚姻的态度 你们俩是一致的 但是你对这个人本身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是还可以 还是那句话起码来说不讨厌 不讨厌这个要求太低了 不讨厌这个要求已经很高了 是吗 对 每个人的评判标准不一样 你不能以你的标准来评判我的标准 但是在我的标准里面 这就已经是最高的极限了 最后还依然想确定一下 如果说你今天要选择跟这个女孩在一起 是不是只是单纯的因为想要找一个人结婚 然后家里可以买房子 是不是单纯只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还是说你本来对这个女孩也有一定的好感 我一开始是本着这个目的来的 后来发现确实还是性格上 就是那种生活习惯上还是比较合拍的 所以也愿意多试一试 还是建立在一定的认可的基础上的 不光是说我们不是一个交换 不是一次交易 不是一次感情和婚姻的交易 是建立在有感情基础上的 好 那这样就好 经过了抓娃娃互动 还有亲友团跟男嘉宾之间的交流 以及男嘉宾的字述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男嘉宾并不是他所说的那种 有没有感情都可以过一生的人 他有选择 也有考量 而且他应该是属于慢热型的 他不会疯狂地爱上一个人 然后冲上来做一些山盟海事 特别的寻死觅活的事情 他应该是属于细水长流 比较平淡的这种类型的人 我们可以从一些细节当中 看出他对女嘉宾的这种照顾和呵护 如果你不喜欢一个人 你是无法为他做到这些的 与其说我不相信爱情 不如说我对爱情的理解是不同的 我并不赞同那种轰轰烈烈的 来了就去的那种强烈的情感模式 我可能更在意的是 日常的生活当中的一周一范 在意我们两个人相处的这些细节 我认为男嘉宾对于婚姻的理解 应该是这一种 而并不是像他之前所说的那种 有没有感情我们可以过一辈子 一天的相处 虽然没能改变李先生 对于爱情的态度 但至少他对陈小姐的心思 是发生了变化的 马上要开始今天的选择了 虽然刚刚通过你们两位的沟通和 分别向我的表述 我觉得你们可能在对待婚姻和感情上 想法比较的一致 按照小李的说法是同一类人 不过我还是希望在感情和婚姻面前 大家更加的慎重一点 然后同样的也更加的有责任性一些 那么在我们选择之前 我还是想听一下小李 你有没有什么话 想要对女嘉宾说或者是解释的 我是觉得还是再重新说一遍好了 我一开始来这儿的标准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找个婚姻合伙人 然后买个房子 但是经过今天的相处 我发现女嘉宾确实性格跟我很合拍 然后观念上也是非常合适的 《长人的不是道人》 Greemis问我是谁都可以还是怎么样 我说其实也不是谁都可以 但是跟你的话应该有七八十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想说生命漫长 能不能和我示意 她说过她就不是一个很主动的人 但是她就还是说了这么多话 我觉得她应该是觉得和我还比较聊得来 所以才会主动说这么多 让我感觉很意外 好 我觉得这样 不管我赞不赞同小李的婚姻和感情的态度 但是毕竟过日子是你接下来 有可能跟女嘉宾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小李已经把自己的想法讲得很明白了 我也希望 我也相信女嘉宾是能够理解到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一下我们的女嘉宾到底 今天愿不愿意选择跟男嘉宾牵手 做她的婚姻合伙 选择的方式 之前你们俩不是一起互动玩了一个电邮 但是你们俩共同配合 赢得了一个小小的礼品 就是手上贴纸 就算是你们俩共同劳动的一个结果 如果说待会你愿意选择男嘉宾 你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贴纸 把它贴在男嘉宾身上 如果说你不愿意选择跟他牵手的话 你就可以带着这个小小的礼品 然后离开了 好不好 好 那我们最后看一下女嘉宾会不会把贴纸贴在我们的男嘉宾身上 成为她的婚姻合伙 三 二 一 请选择